对 哦 还有 他会说很多语言 法语 伊利语 还有阿拉伯语 嗯 对 然后他很帅 其他呀 懂多国语言 会这个 肚皮舞 而且又长得帅 嗯 这种中国男人 可不能被你们找走了呀 这点留给我们 中国 观众的姑娘 不行 我今天得把你们拆了 看完小朋友 好 那你能确认她也喜欢你吗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 有很多女的 跟她说过喜欢她 但是她没有 跟她们说了也喜欢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她不习惯过 来 擦一擦 我告诉你啊 这么帅的男生在中国很抢手啊 肯定有很多女孩子都会跟你竞争啊 那跟中国女孩子一起竞争 你有没有自信呢 自信挺好的 自信的意思就是 你觉得 你和她 谁 更能得到那个男生 我觉得我会 我会做饭 我会做衣服啊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中国的西服 哦 你还会做西服 哎 这也了不起 厨子 台风 她都会 不得了啊 你们看外龙的姑娘不得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这么优秀 在生活里跟她表白就可以了 干嘛到这儿来表白她 因为那个时候我害怕告诉她我很喜欢她 因为我不知道她可能是不是不喜欢黑皮肤的人 还是她不喜欢外国人 所以我从来我没有告诉她 你有没有试过问过她 没有 不敢问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女孩 你不知道她喜不喜欢女孩 这个问题就大了 我们怎么忽略了一个这么严肃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没有看见她 她跟一个女孩走路还是什么 她每次一个人在 你感觉她不喜欢女孩是吗 因为有很多同学 已经跟她说了好多次 有人跟她表白 对 她都拒绝了 那也许她可能有女朋友 这个我觉得没有 我绝对没有 因为我没有看见到 你没有看到 对 但是你光凭这一点 你不能断定她喜不喜欢女生呢 所以我说今天来这里 试试看看 这么可爱的女孩 留在我们中国 多好玩呀 你们俩有点像 你刚才说中国男人很好玩 她说非洲女孩也很好玩 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多不好玩 其实她们都说你很开朗 你应该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 是吧 你都到这儿来了 那咱们就试试 好 请站在开启告白这门的恩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琳达 嗯 如果这个男生今天不来 在将来的日子过程当中 你还会向他告白吗 还会 还会 如果他今天来跟你说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怎么办 我会很高兴 因为他接下来 我介绍他 然后 我会很开心 我们去 我会很高兴 我会很高兴 他来 我会很高兴 你会放弃吗 对 你会放弃 你不继续追求吗 我先等他来 我们再看看 那如果他来 他说他真的不喜欢女生 那我就会明白了 为什么他没有跟过一个女人来听 我们上课的女生 好吧 我祝你好运 好 让我们一起来 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你按的比我说的还快 来 你到这里 来 请自我介绍一下 这位男生 大家好 我叫阿俊 我是来自于贵州贵阳的 我在贵阳创办了一个 英语法语中文 还有舞蹈瑜伽的一个工作室 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二十八 二十八 习惯男人习惯女人 喜欢女人 不好意思 不是我问的是 Linda 有这个疑惑 你平时感觉到了这个女生的爱慕之情吗 不要说你没感觉 哦 你说实话 其实Linda很用功 很努力 然后她中文说那么好 也是因为她可能也很喜欢我这个老师 我想问一下 你在教她中文的时候 你是怎么解读中国式的爱情 中国式的爱情其实是很含蓄的 不像老外说见面就是说 I love you or you're damn 这样的 其实比如说我们对她有一次 我可以说我们下课去喝杯茶 喝着去看电影什么的 不会直接说 我爱你这样的 修大大的玫瑰 静悄悄的看这样的感觉 再确认一下 你是单身吗 是的 是单身 有戏 有戏 她是单身 而且她刚才说了她喜欢女生 对 那就这样 那接下来舞台就交给你 你想对她说什么 用你有限的中文 你炽热的感情去打动她 对 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祝你好运 谢谢 好我们把舞台交给Linda 现在是Linda的告白时间 阿珍老师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可是我想 我们在贵阳的那个时候 我们上中文的那个时候 一起跳舞 然后我来北京 我一直都在很想你 我当然记得你 我记得我的每一个学生 我真的很惊讶 你现在中文可以说那么好 当时你还是姐姐爸爸的 真的我觉得很开心 阿珍老师 你知道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今天我让你来这里是因为 我想告诉你 我们在贵阳的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是喜欢你 我本来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所以我今天我就来这里 Linda 其实我觉得可能 我对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 关心都一样的好 但是 我们做师生关心难道不是更好吗 而且当时你们班的那个挖口 我觉得他也蛮适合你的 我觉得我们 还是保持师生关心比较好 你觉得呢 我不要你当我的老师 我只是想看我喜欢你 你 took me a lot of courage 然后我经常就来这里 告诉你这个事情 这样过于要的了 You see 那阿珍老师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是因为我是黑皮肤的 还是什么 没有 其实肤色 国籍 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爱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 感觉和合适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很多心事我不愿意 在这样的场合说 因为从小我是 爸爸妈妈 我是无婚先孕的 然后很小的时候 他们结婚以后就 离异了 从小到大 我经历了很多的 感情上缺少爱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甚至都觉得最亲的人 我都没有办法去相信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都不在我身边 而且在我 在国外工作的时候 也是我的一个学生 他18岁 他也说喜欢我 我们也好过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始终是师生的关系 我觉得我的心可能就像 城堡一样的 慢慢地经过很多的这种困难 我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不愿意去伤害别人 当我离开那国家的时候 那女孩自己 那又在那里 我来这种困难 我平时就会 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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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